经过一周的休整 第十届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 今天中午展开第十轮较量 上海新小木队坐镇主场 与山西输海陆新队迎来了榜首大战 今年的女子围棋甲联赛竞争格外激烈 十支棋队差距不大 截止到上一轮 成都银行、山西输海陆新 和上海新小木三支队伍 场分和胜局相同并列积分榜第一 此役 上海新小木队与山西输海陆新 直接对话 为榜首而战 后者更是请出了韩国外援吴有珍 此举起到了直接效果 唐义不敌实力强劲的对手 败下阵来 老将瑞乃伟与王爽的对异 可谓一波三折 瑞乃伟在占优形势下 官子阶段频现失误 索性凭借经验险胜对手 最后一台棋 小将唐嘉文轻松击败李赫 帮助上海新小木队锁定胜局 2比1赢得这场强强对话 另一片赛场 上海青衣队客栈同样排名第一的成都银行队 宋荣慧胜利劝难救主 青衣队1比2失利 此役过后 成都银行队和上海新小木队暂时领跑积分榜 下一轮比赛将于下周二继续进行